台中北区的梅川公园是少见的绿地 但是因为大树环绕光线封闭 凉亭一度成了游民的家 明代积极争取改善排水系统 移除了黑板树 总经费大约是250万元 在日前完工了 也挥别了治安死角 给居民一个安全的休息空间 流线设计浅白地砖 穿插青绿色植栽 为在台中北区的梅川公园 如今焕然一新宽阔明亮 改造之前的话是觉得比较脏乱 然后旁边的话感觉上没有什么 进来的话觉得很脏脏的 然后不敢让小孩子下去玩 然后现在改造完之后 整个道路会觉得很干净 然后动线的话也比以前好很多 这个小小的一个公园里面 竟然种满了一些大树木 那在树木就是熔树 但是阳光都透不进来 然后人形在走的过程里面 感觉到说有一点压迫 也休闲地方 也好像少了很多 十几棵的黑板树包围 步道多处高低落差 凉亭结构有了安全疑虑 但内部却塞满废弃家具 直接成了游民的家 占据了二十年之久 附近的居民根本不敢靠近 这是过往的美川公园 地方民代们积极争取整修 就担心成了治安死角 除了改善排水系统 重铺地砖 并移除了七到八棵的黑板树 总经费约250万元 在日前完工 透过这一次的市府的美乐地计划 我们争取了将近300万的金会 那投入到这个公园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公园 看起来会变得非常的明亮 那我们现在又换上了一个 比较会四季开花的那个花种 所以到时候这个公园 就会有一幻新的气象 随着季节变化 我们会开不同的花 珍珠沙玛茶还有长红木 各式的植栽将于四季轮流绽放 小朋友快乐奔跑玩乐 居民终于有了安心的休息空间